怎麼寫出來的批貨 妳寫泰文 妳寫泰文會不會比較順 我們一看廣告 蘿莉塔也寫蔣有波的原因是 就是我覺得她真是一個 才貌兼備的人 因為一般的就是那個大企業老闆 就是很有才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男朋友 就是長得又帥又有才的人 我也帥 每個女大生在講的時候 自己都先融化了 你看 好 今天既然請到老闆 今天請來現場兩位重量級的老闆 兩位雖然說在專業領域跟年齡上面 都不太一樣 但是兩位是望年之交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 設計公司投資長蔣有波 妳大生都融化的外表下 卻是有著商議身價 年紀輕輕的蔣有波 是如何創造出現在的成就 馬上來聽課 確認一下有波哥 現在是一個人人稱憲的帥氣老闆 你這個求學的時候 就想要當老闆了嗎 想不開 還是你有規劃是擺地攤啊 什麼環遊市場 我有擺過地攤 賣什麼 對 賣二手衣啊 真的啊 家裡收購不要的有沒有 去騙人家錢 家裡面 對… 讀書的時候以為外面幾個億嘛 就… 後來發覺沒有億嘛 所以就知道自己當老闆了 但是其實這樣要謝謝蔣有波 其實她是幕後姊妹濤的股東 常進人體驗 這本來還沒出錢那裡 對… 一講她就得負責這個網站的盈規 對… 但是我們姊妹濤幕後 還有另外一位老闆 是的 接下來這個也是大咖啦 馬上歡迎 炎酒公司董事長韋伯濤 歡迎 韋伯濤 韋伯濤曾經是國內最年輕的 行政部門主機長 而目前是炎酒公司董事長的他 是如何一步一腳印才有現在的成就呢 我有請問你以前在這個求學的時候 就已經想好說你未來要這個 就是你求學的跟你未來是一樣的嗎 那時候 我唸的東西 我唸數學 所以唸數學嘛 只有一條路 就是留學把書唸完 那… 我家的是公教人員 所以他們唸之在之 一件事情就是要考試 所以說我這兩件事情我都做完了 那個一個把書唸完 一個把思考了 那後面就順著路走就行了 不過兩位到底幾歲 才對自己的人生開始有規劃有想法 董事長 講董事長 到現在都還沒想法 那你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喔 家裡會安排嘛 結果爸爸走得早 所以突然間就什麼都亂掉 所以就走一步算一步 今天我們這個兩位企業界的大老闆 來到現場 大家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他們啦 但是首先想要請問一下大家啦 對於企業大老闆的印象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蘿莉塔 蘿莉塔妳寫的這個是 因為就很多那種大老闆 娶那種小自己三四十歲的 或是明明就什麼六十歲 然後娶一個二十幾歲的 然後又新聞鬧很大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般的印象就會覺得 大老闆就是太太一定都要二十幾歲 就是不管她到七十歲 還是要娶二十幾歲 小柯這一個 我覺得大老闆們就是會默默的 散發出一種就是 會讓周圍的人感到有一股 壓力的那種霸氣 你覺得姜有波有嗎 可能太遠了 感覺不到 那坐近一點的納豆 有沒有這種感覺 不是 我覺得非常地親切 我們那根本就是一個 同一個國度的人 對嗎 是這樣嗎 其實真的沒有啦 因為剛剛在後台什麼 那其實她都跟我們講話都很親切 我還滿意外 讓我覺得自己時尚起來的感覺 不要偷了人家一副眼鏡 就覺得自己跟人家講得一樣 好不好 眼鏡是她設計的 對 這個蘿莉塔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想要請問蔣有波 因為你們家是那個軍人世家 所以我想請問在你的成長過程中 就是教育是不是就是非常的嚴格 我們家應該是個革命世家 不是軍人世家 所以本來叛逆就在我們家中 一代傳一代 所以當然規矩要有啦 那只是沒有想 你想要那麼的嚴苛 要不然我大概也不會是像這樣 大概什麼樣的規矩 對長輩其實滿要求說 禮貌啦 吃飯的方法啦 不過自己有小孩之後 發覺這些都 在下一代都不管用 就是說現在小孩子大概 也不太想要去 用以前的方法教他們 所以就讓他們自由發揮 所以以前是怎麼樣 在家裡面走路要走直角嗎 還是說吃飯規矩 吃飯其實很快 大概十五分鐘要吃完 十五分鐘吃完 吃完要收盤子嘛 拿過 就是它有一定的一個規矩 吃飯並不是一個和樂的東西 是一個 不能聊天的 不能…不能講話 睡覺時間呢 有沒有說幾點要起床 像有時候萬一太累 可不可以賴到中午這些 現在比較好 因為現在都是五點起來 五點 五點 工作排滿滿 創業等於犧牲家庭生活 工作跟家庭如何兼顧 工作如果八小時 家人就八小時 那我公司 八點半一定要到 然後上到 好… 好…